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单元已经说过最大考量地震 最大考量地震有三个名称 事实上它们都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一个是2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另外一个在50年内超越这种地震 超越最大考量地震的几率是2% 这三个名称所说的都是最大考量地震 它的英文就是Maximum Conceded Earthquake 简称的话就是MCE 我们这个最大考量地震力 它的形式的话 跟这个475年回归期的设计基准的地震力 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这个VM 这个V就是代表说这个是地震力 M的话是代表最大考量地震 它是跟I有关系 那就是I除上1.4αY SAM Divide by FUM 然后这个SAMDivide by FUM 要经过Modify 然后要再乘上一个W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个设计基准地震 那就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的话 那这个M事实上就是 变成是个设计基准的地震 那SAM就会变成SAD 那FUM的话就会变成FU这样子 那整个形式是一样的这样 然后这个公式在我们耐震设计规范的 2-16C这个式子就可以有了这样 所以这个VM就是最大考量地震的最小水平总行力 I也是用途系数 那SAM就是公子最大考量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系数 然后这个W就是建筑物的全部的那个进载中 那AlphaY就是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系数 那FUM就是以这个韧性容量计算所得的 结构系统地震力折减系数这样 那就是说FU呢是用允许任性容量计算而得的 那FUM的话是用这个任性容量计算所得的 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这样 那这个VM是等于I除上1.4AlphaY SAM divided by FUM 经过Modify再乘上这个W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是先看这个用途系数 然后这个用途系数呢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设计基准地震力呢 是一样的 那说什么时候I会等于1.5呢 那如果说这个结构是第一类的建筑物 那说说地震灾害发生之后啊 它必须要维持机能而救济大众的 这种重要的建筑物呢 I就等于1.5这样 然后第二类建筑物的话 那就是说它储存有多量具有毒性的 暴泽性的等这个危险物品的那个建筑物 那是第二类的建筑物 那它的I呢也是1.5这样 那第三类的话是这种建筑物呢 是公众使用的建筑物 那I呢就等于1.25这样 那第四类建筑物的话 除了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其他的一般的建筑物 那这个I呢就等于1.0这样 那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内战设计规范里面的 第二点八节啊有说到这样 那我们也看看我们这个例子了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也是按照之前单元啊 所用同样的那个例子这样 那这个民宅呢是坐落在花莲县的瑞税厢 然后跟日理断层的水平距离呢 在两公里以内 那属于啊 第一类的那个坚实的这个地盘这样 那现在要求它的用途系数 那就是说跟之前我们前两个单元啊 是一样的 那因为这个民宅啊 它也不是第一类的建筑物 也不是第二类 也不是第三类 公共用使用的 它是属于其他类 就是第四类的那个建筑物 所以它的用途系数呢 I呢就等于1.0 好那我们接着呢找这个SAM 这个SAM啊 就是说在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然后这个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的系数SAM 然后它的单位是G 或者说我们说它没有单位 那就是说它是多少倍的那个G这样 那对于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地盘的话 这个SAM呢有两个参数 那一个参数呢是SMS 那一个参数是SM1这样 那当我们知道 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SM1 Divide by SMS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M 那这个T0M呢 就是一个短周期 跟中长周期的分界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小于T0M 那就是说它是四为这个短周期 大于这个T0M呢 它就是中长周期这样 那我们来看说这个SAM 总共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 就是从这个0 这个结构基本中 震动周期0 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M这样 那我们视为啊 它是个极短的那个周期这样 那这一段里面的话 它是个直线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说从这个基本震动周期0 的0.4倍这个SMS 然后一直地增到基本震动周期啊 等于这个0.2T0M的 时候的SMS 那就是说从0.4倍的SMS 地增到这个SMS这样 然后第二段的话 就是0.2T0M到这个T0M之间这样 那这一段的话 我们说它是个短周期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个平台段 那是SMS这样 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它就是个等普加速度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是从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从T0M增加到这个2.5倍这个T0M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它是个中长周期 那这个时候的SAM 这个加速度反应谱系数啊 是等于SM1 divided by T 所以它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反比的那个D减段这样 那这一段呢 另外一个名称呢 除了它是个中长周期以外的话 它也是等普速度段这样 然后第三段的话 就是T大于2.5倍的那个T0M 那就是说它是个极长周期的段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它的SAM啊 就等于0.4倍的SMS这样 那说这个SAM啊 是这个周期 还有阻尼比的那个函数这样 那只不过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结构的阻尼比啊 固定为5个percent 说呢 它是剩下是周期的函数 那这个周期T 就是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那它的单位呢 那就是秒 那我们看这个图呢 就很清楚了这样 那当我们有两个参数 就是SM1跟SMS 它们相处之后呢 就得到这个T0M 那这个T0M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水平普加速度啊 那个系数啊 就可以分成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 是从基本震动周期0 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T等于0的0.4倍的SMS 递增到0.2倍的那个T0M的SMS这样子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0.2T0M到这个T0M 然后它是个平台段这样 然后这个平台段的话 它的值就是SMS这样 然后这个第三段的话 它是个递减的那个段这样 它是跟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为一个反比的那个递减段 那就是说SM1啊 Divide by T 然后阶段的话 是从这个T0M啊 一直到这个2.5倍这个T0M这样子 那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大于2.5倍的那个T0M的话 那我们就取一个下限 那个下限的话 就是0.4倍的SMS这样子 然后说说我们这个T0M呢 就是用来分解这个短周期 跟这个中长周期这样子 那这个短周期呢 就是从0.2倍的那个T0M啊 到这个T0M这样子 那这一段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等普加速度段这样子 然后当它这个 介于这个T0M到2.5倍的那个T0M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啊 这个是个中长周期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名称的话 是等普速度段这样子 那这个大于这个2.5倍的T0M的话 我们说它是个长周期 或者说极长的那个周期这样子 那小于0.2倍的那个T0M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极短这个周期这样子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的话 那这两个参数啊 我们原来是SM1跟这个SMS这两个参数 那当它是台北盆地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SMS跟这个T0M这两个参数这样 那一样 那这个水平普加速度系数啊 它也是分成四段这样 就是从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从0.2T0M的时候呢 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到这个0.2T0M到这个T0M的时候呢 它是个平台段这样 那T0M到2.5倍的T0M的时候呢 它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递减段这样 大于2.5倍的T0M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下降段 它就是等于这个0.4的SMS这样子 那说说台北盆地跟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两个参数啊 有点变化这样 那说说如果它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那么这个最大考量水平普加速度系数呢 它就有两个参数 就是SMS跟这个SM1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的话 它这两个参数会变成SMS跟这个T0M这样 然后这个台北盆地啊 这个最大最大考量设计反应谱呢 那它的图形呢是这样子 然后一样这个当它是从0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M 那么它是个直线上升段 就是从0.4倍的SMS上升到SMS这样子 那如果在这个0.2T0M到这个T0M之间的话 它是个平台段 那它就是SMS 那这一段的话也叫做等普加速度段这样子 那从这个T0M到这个2.5倍T0M的时候呢 它是跟这个基本阵容周期啊 成为一个反比的那个地减段这样子 它是SMS乘上这个T0M Divide by T这样子 那这一段的话也叫做等普速度段这样 那当这个基本阵容周期大于这个2.5倍的那个T0M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是个下限段就等于0.4倍的SMS 那就是说台北盆地的最大考量反应谱呢 就用两个参数就是SMS跟这个T0M所定定出来的 那我们就再看这个同样的例子 同样一个名载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知道说它的I 它的用途系数是1.0这样子 那我们再跟着说要找它的那个最大考量的水平普加速度系数 SAM这样子 然后这个名载呢 它是个钢构架 而且它没有这个非结构的那个钢性墙 也没有减力墙也没有鞋撑这样 那说说它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啊 就可以用经验公式 那这个T呢 就是等于0.07HN的那个三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这个HN呢 是从这个结构的那个基面啊 到它的那个屋顶的那个高度这样子 然后这个HN的话就是6 那就是0.07乘上6的四分之三次方 那我们就会得到是0.268秒这样子 那我们有了这个周期了 那这个周期呢 T呢就是等于0.268秒 那我们呢 在这个上个单元呢 同样的例子呢 我们已经知道SMS呢 是等于1.39 SM1呢 是等于0.869 那我们把这个SM1呢 Divide by SMS 那我就得到这个T0M 那这个T0M呢 就是等于0.658秒这样子 那这个等于0.658秒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那个 结构的那个基本阵风周期啊 是等于0.268秒 那这个0.268秒呢 那这个0.268秒呢 是介于0.2的那个T0M 到这个T0M之间这样子 那说说啊 它的SAM呢 就刚好这个等于SMS 它就是一个平台段 那也可以说它是个等谱加速度段这样 那说说我们最后呢 就得到这个SAM啊 就会等于1.32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图形来那个表示的话 那因为在这个名载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在上个单元呢 已经找到它的那个公子的那个水平 加速度反应谱 而且是在最大考量地震是下这样子 然后我们从这个图形里面就知道说 我们现在结构的那个基本阵风周期呢 是等于0.268秒 那0.268秒的话 所以等于说它是介于1.1316 还有0.658秒之间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个平台段这样子 那如果说它是介于0.2T0M 跟这个T0M之间 所以它是处于啊 这个等谱加速度段这样子 那说说这个SAM呢 就等于1.32 那我们就继续看说这个 这个名载的那个重量这样子 那这个重量的话 那我们在之前的单元呢 已经说过了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个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那我们就可以实算 用它的那个尺寸啊 实算说它的那个重量这样 那算出来的话 二楼的那个重量是79.1噸F这样 这个W2F就是等于79.10噸F这样 那顶楼的那个重量 顶楼的重量就是WRF 就等于66.95噸F这样 那建筑物这个全部的那个净载重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二楼的W 加上这个顶楼的W 加起来的话就是全部的净载重 就是W 那结果啊 就是146.05噸F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已经这个算出来这个I了 已经知道了 SAM也是到了 W也是到了 那跟着我们要看这个AlphaY这样 那这个AlphaY呢就是起始降伏地震力的那个放大西数这样 放大一个倍数这样 那如果说当这个地震力放大AlphaY倍的话 那这个构造啊就开始产生第一个断面的那个降伏这样 那这个AlphaY呢这个取决于这个设计的方法 还有这个载重的那个组合这样 那我们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那个设计规范啊 就叫说他的那个所用到那个地震力的载重因子呢 是取这个1.0这样 那说说我们的AlphaY啊就等于1.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第2.9节啊 有这个说这个说明这样 那这个AlphaY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这张图的话 这个Pd就是说当这个结构啊受到这个地震之下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Delta Delta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屋顶的位移 这个P呢视为说他的那个基底的那个简历这样子 那我们在当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的力量我们是用Pd来做设计这样子 那这个放到AlphaY倍之后呢 他就变成是Py 然后再放到1.4倍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Pu这样 然后这个图呢是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图C2之一 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这个Pd就是个设计地震力 那这个Pd呢放到AlphaY倍乘以AlphaY倍的话 他就得到这个Py 那这个Py呢就是这个降伏的那个地震力 那我们再把这个Py啊降伏的地震力啊再放到1.4倍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极限的那个地震力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弹性做这个设计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力量啊除以1.4除以AlphaY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设计地震力 那这个设计地震力呢是个弹性的那个地震力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明载这样子 然后这个明载的话它是用这个钢筋粉凌土构造 然后而且它的那个地震力啊是这个载重因子啊是取1.0来做这个设计这样 那因为这个载重因子是1.0 所以呢起始降伏地震力啊放大系数AlphaY呢就等于1.0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就知道I是等于1.0 SAM是等于1.32 这个W是等于146.05F AlphaY呢是等于1.0 那我们现在呢只差这个FUM 那我们跟着呢要看说这个FUM啊怎么找到这样 那这个FUM呢跟我们之前呢那个设计地震基准地震是一样的 它是这个周期的函数 而且它是韧性容量的函数 那就是说跟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那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这个Al呢是用AlA是用这个允许的那个韧性容量 当我们是考虑最大考量地震 那就是说是2475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 那我们考虑到的是全部的那个韧性 就全部的那个韧性容量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用个图形来表示的话 就是说当这个周期很短的时候 那么它的FUM呢就等于1 那是说不做这个折减这样 那当那个周期很长的时候呢 这个FUM呢就等于Al 那是说可以折减这个Al倍这样 那当这个周期呢介于啊 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呢 介于0.2倍的那个T0M 到0.6倍的T0M呢 它是用这个根号2R减1这样 所以这个FUM呢就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然后第一段的话是从0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M 第二段的话是从0.2倍的那个T0M到0.6倍的那个T0M 那第三段的话是从0.6倍的那个T0M到这个T0M 那我们是用等位移法 那所谓等位移法 那所谓等位移法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结构 一个是弹性的那个结构 然后一个是弹硕性的那个结构 然后一个是弹硕性的那个结构 同样受到这个最大考量低震 那发现说这两个结构的位移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那个地震力的那个质碱呢 就可以用R倍 所以这个FUM呢就等于R这样 那当它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啊 是介于0.2这个T0M到0.6T0M 就发现说一个结构是弹性的 然后呢一个结构呢是弹硕性的 发现说它们的那个能量是一样 那就用等能量这样的方法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啊 它的那个折减的系数啊 就是根号的2倍的R减1这样子 然后这个其他的部分啊 那我们就用一个直线啊 做一个线性的那个内差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决定说 当这个基本振动周期是介于0.2T0M 到这个0.6T0M之间啊 那我们用等能量啊找到这个FUM 是等于Square root of 2R minus 1这样 当这个基本振动周期大于这个T0M的话 那我们用等位仪法 找到这个FUM是等于R这样 然后那个从0到这个T0 0.2T0M的话 当这个结构的基本周期非常非常短的时候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刚硬 那当这个结构非常非常刚硬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在地震之下 它不太会做一个摆动的那个动作这样 它基本上是跟着地表啊 在这个运动这样 所以说它有韧性啊 也没办法发挥出来 所以它的那个折减系数呢 就是等于1这样 所以从这个0到这个0.2T0M的话 那我们就从1地震到这个0.2T0M这样 从0.6倍的T0M到这个T0M的话 那我们也是用个直线的那个内差 那就是说从这个Square root of 2R minus 1 地震到这个R这样 那这边呢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说 当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越长的时候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呢 就越能够摆动 那越能够摆动的话 它的韧性啊 越容易发挥这样 那韧性又越容易发挥的话 那这个地震力的那个折减系数啊 就可以折减越多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FUM就越大 那么最大考量地震力呢 就折减的越多这样 那当这个结构物的那个 基本震动周期T越短 那这个结构就非常刚硬 那这个结构系统 结构系统的地震力折减系数呢 这个FUM就接近1这样 那就是说因为它非常刚硬 它纵然有韧性 也无法发挥出来 所以它的那个折减系数啊 就接近1 那就是说就不做这个折减这样 那就是说最大考量地震力呢 这个VM就不再做这个折减这样 那当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很长 那就是说结构非常柔软 那柔软的话它就越能够发挥它的韧性 那地震力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折减这样 所以这个FUM就等于R 那这个时候呢 最大考量地震力这个VM折减的最多这样 那刚刚看到说这个FUM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的关系这样 那跟着我们要看说这个FUM 这个地震力折减系数FUM跟这个R跟这个韧性容量有些什么关系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R越高 那结构的韧性越好 那这个FUM就会越大 然后最大考量地震力呢 这个VM就是折减越多这样 那如果R等于1的话 那结构就没有韧性这样 那就不管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是多少 那这个FUM都等于1 那是代表说这个最大考量地震力啊 这个VM就不再做这个折减这样 那这个结构系统的韧性容量这个R呢 那我们从这个图呢 这个看得出来这样 就说在这个地震之下 在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那我们就从这个结构的屋顶位移Delta 跟这个结构的那个基底简历P 那我们做图 那它就是这样一个图这样子 那说说当这个Delta很小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是个弹性的 那当它这个结构进入这个降幅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进入一个非线性这样 所以它的那个进度呢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 那我们呢从这张图里面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完美的那个弹硕性来表示这样 那因为这个完美弹硕性 这个弹性跟这个硕性那个转角 这个时候的位移呢就叫Delta y这样 然后Delta u呢就是它的那个极限的位移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极限位移除上这个降幅位移 就是Delta y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R这样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这个Delta y并不是真正降幅的地方这样 真正降幅的地方呢是Delta y star这样 那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本来呢 这个力跟位移关系是个曲线的那个关系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进入这个非线性之后呢 它的那个进度呢就会越来越小这样 那我们呢把这个曲线呢 用一个完美的那个弹硕性 所以这个Delta y呢应该可以视为 也是个档效的那个降幅位移这样 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曲线的那个关系 变成是个完美弹硕性关系 这个弹性跟这个硕性啊 这个转角的地方啊 那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档效的这个降幅位移 那我们把这个Delta y啊 这个Delta u啊除上这个Delta y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R 这个R呢就是这个韧性容量这样 那这个图呢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图C2-1啊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去怎么去找这个R呢 那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这个表1.3啊 它按照不同的那个结构系统啊 它可以得到一个R这样 那我们就这边举个例子 那如果是它是个钢筋混凝图造的 韧性抗弯曲构架的话 那这个R呢就可以用到那个4.8 那当然这个前提的话 这个结构啊就是符合这个耐震设计一些规定这样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细节 每一个detailing啊都能够符合这个耐震设计的那个规定 那这样的话这个R才能够用到这个4.8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看到这个例子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知道I是等于1.0 这个W呢是146.05的噸F 这个SAM是等于1.32 AlphaY是等于1.0这样 那跟着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说在这个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这个结构系统的那个地震力折减系数 FUM这样 那因为这个结构呢 它是个钢筋混凝土造的 韧性抗弯曲构这样 那么它的那个结构系统 那我们查表之后呢 得到这个R呢是等于这个4.8这样 那现在R已经知道说是4.8了 然后呢再来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呢 是等于0.268秒 那我们就可以看FUM这个公式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是等于0.268秒 那就是说它是介于0.2T0M到这个0.6T0M之间这样 所以这个FUM呢就是Squared root of 2倍的R minus 1 就是说我们把2乘以4.8减1开根好 那我们就得到是2.933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构系统的那个地震力折减系数 这个FUM就等于2.933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知道I了 也知道W了 也知道AlphaY了 我也是到SAM了 我也是到FUM了 那跟着的话我们把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那我们看说它是不是小于0.3 还是介于0.3到0.8之间 还是大于0.8 那我们要做一个Modification 我们要做一些修正这样 那这边的话就是SAM divided by FUM 那我们要做一个修正这样 那就说如果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小于或等于0.3 那我们就不做这个修正这样 那如果是大于0.8 那我们就把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打一个7折这样 然后如果介于0.3到0.8之间呢 那我们就用线性内差这样子 就把它用直线把它连起来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得到0.52 SAM divided by FUM 加0.144这样 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6D这个式子里面有这个说到这样 然后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这个Modification 事实上它的那个形式 跟我们这个之前所到 所到的SAD divided by FUM 它这个Modification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用这个图形来看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横轴呢 就是SAM divided by FUM 那中轴呢 就是SAM divided by FUM 经过个Modification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看到说 这个当这个SAM 介于SAM divided by FUM 介于0到0.3之间 它是不做折减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直线的那个写率啊 就会等于1这样子 那当它这个大于这个0.8 就是SAM divided by FUM 大于这个0.8的时候呢 它是打一个7次这样子 所以呢 这边的那个写率呢 应该就是0.7这样子 那绿色这个线的话 就是当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介于0.3到0.8之间呢 那我们就用一个直线啊 来这个相连这样 那它的数学师啊 就能够表成这个三段 第一段的话就是SAM divided by FUM 小于0.3 第二段的话就是介于0.3到0.8之间 那第三段的话是大于这个0.8这样 那在这边的话整个论据呢 跟我们这个SAD啊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啊 Divide by FUM 这个论据是一样的这样 那当这个基本阵动周期很短 一般来讲的话 它的补加速度就会比较大 然后呢 因为它的周期比较短 然后结构系统的地震力折减系数呢 它就那个放大系数 那个折减系数啊 就变越小 那这个SAM变大 FUM变小 那就是说啊 这个SAM除上FUM啊 就会变成大了 因为分子变大 分母变小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比较大 那比较大的话呢 就是说结构跟这个图样 那个互质的效应就越明显 那时候呢 这个SAM除上这个FUM啊 就要做个折减这样 好 那我们回到同一个例子这样 那这个同样的例子 目前来讲呢 我们I已经知道 W也知道 SAM也知道 FUM也知道 AlphaY也知道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 SAM divided by FUM 那这个SAM呢 就是最大考量的 设计反应谱的系数 然后这个FUM 就是最大考量的 结构系统 地震力折减系数这样 那这个SAM 我们之前找到是1.32 FUM啊 我们之前找到是2.933 一除的时候呢 是等于0.4501 那0.4501呢 那就是说这个SAM啊 是大于0.3 所以它需要折减 而且呢 是小于0.8 所以它的折减的公式就是 0.52乘上这个SAM Divide by FUM 加上0.144 那最后的那个结果啊 就是0.3780这样 那就是说 还没有折减以前 它是等于0.4501 那折减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是0.3780这样 那因为这个SAM Divide by FUM啊 它大于0.3 大于0.3的话 那就说 结构跟土壤的那个护质啊 那比较明显 那么这个SAM Divide by FUM啊 就需要做一个折减这样 好 那我们最后呢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怎么去找它的那个 最小的那个水平总行力 VM那个程序啊 在这边呢 做一个说明这样 那我们第一步的话 就从结构物的用途 就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 第2.8节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用途系数 所以这个I呢 就可以知道这样 那这个用途系数呢 就看说这个结构用途 是第一类的建筑物 还是第二类 那如果是第一类第二类 那么它的I呢 就是1.5 那就是说它的那个设计地震力呢 就比一般的那个建物 主物啊 这个是它的1.5倍这样 那如果说它是公共重使用的 那么它的I呢 就等于1.5 那如果说它是一般的那个建筑物 那么它的用途系数I呢 就等于1.0 那这个第一步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用途系数I找到这样 那第二步呢 我们要找这个SAM 那SAM呢 就是最大考量地震之下的水平普加速度 反应谱系数这样子 那么这个要找这个SAM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公子的那个正区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找到这个公子跟这个断层的那个距离 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要找到这个公子的那个地盘分类 这样子 那有了这三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AM的那个两个参数 这个SM1跟这个SMS这样 那我们再搭配结构的那个基本真正中周期T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接动结构 它的那个最大考量的水平加速度反应谱的那个系数SAM 那这个SAM找的那个程序呢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啊 已经有说明过了 第三步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结构的那个设计尺寸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建筑物的那个全部的那个进展中 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知道I 直到SAM 直到W 那我们跟着呢 去怎么去找这个AlphaY 怎么去找这个FUM 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第四步的话 那第四步的话 就按照建筑物的构造 那这个构造是钢精粉凝土造啊 还是这个钢构啊等等这样 还有它的那个设计方法 那设计方法 究竟是用这个极限强度法啊 还是这个允许强度法这样子 那么我们还有它的那个 再组合的那个形式 那我们就可以参考啊 这个设计 耐震设计规范的2.9节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起始降浮地震力的放大倍数 这个AlphaY这样 所以之前我们找到I SAM 也还有W 那现在AlphaY也是到这样 那就进入这个第五步了 那第五步呢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到啊 这个最大考量地震之下的 地震力折减係数 FUM这样 要找到这个FUM呢 我们是要知道两个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查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表1.3 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结构系统是什么 那我们再查这个表 那查了这个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系统的韧性容量 Ao 那有了这个Ao之后 那我们再搭配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真通周期T 那我们就可以耐震设计 依照耐震设计规范了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UM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呢 那我们I找到 用途系数I找到了 那普加速度系数SAM找到了 结构的那个全部的静载容 也是要怎么找的 AlphaY也是要怎么找的 FUM也是要怎么找的 那我们就继续呢 要把这个SAM除上这个FUM 然后呢要做一个Modification这样 那我们由这个SAM除上FUM 那我们就依照耐震设计规范的2-16D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那个修正的值这样 那就是SAM除上这个FUM 它的Modification 那我们用个M来表示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还没有修正以前 它是小于0.3 那就是不用做修正了 那如果说大于0.8 那我们就要打个7折做个修正这样 那介于0.3到0.8之间呢 那我们就做一个线性的内差这样子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I知道怎么找了 SAM知道怎么找 W知道怎么找 AlphaY知道怎么找 FUM知道怎么找 然后再来我们已经知道 SAM divided by FUM 我们要怎么做一个Modification 那其实全部都知道 那知道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2.16D这个式子 2.16C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最大考量低震的最小水平总横力VM这样 那这个话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2-16C这个式子就可以找到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同样的例子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找到I等于1.0 W等于146.05F SAM等于1.32 FUM等于2.933 这个SAM divided by FUM 这个Modification呢 经过Modify之后呢 它是等于0.3780 那AlphaY呢 也知道它是1.0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式子啊 就可以找到VM 那VM呢 就是最大考量低震之下的最小设计水平总横力VM这样子 那这个I呢 就等于1.0 Divide by 1.4 AlphaY是等于1.0 SAM除上FUM 它的Modification呢 就是等于0.3780这样 那这个W有限保留着 那最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是0.270这个W 那我们把这个W啊 用146.05F带进去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39.4F这样 那到目前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这个最大考量低震之下的 最小设计水平总横力 这个VM这样 那各位呢 可以把这个VM 跟我们上两个单元 那个V做个比较这样 看说这个445年的那个 那个地震率比较大啊 还是2475年的那个设计地震率比较大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这个这门课呢 用到那个参考文献呢 是包括结构学的课本 工程数学的课本 钢筋混凝土学的课本 还有两本规范 那这两本规范呢 都是由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啊 发行的 那一个的话 是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 可以解说 然后另外一本的话 是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这两个规范呢 都可以在内政部的营建署啊 这个免费的下载这样 还有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 是由这个土水学会出版的 然后呢 它的名字呢 叫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那就是土木404100的上车 跟这个下车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